技巧 所以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把那个什么呢 把那个刚刚的C coli 1 也许我把它领存一下 变成C coli 2 那我要增加一个变化 就是说呢 我把这个地方 加上去之后 在Primary Key后面 多增加一个叙述 就我刚刚讲的Auto Increment 记得 大小写我印象中是没有差别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用大写的好了 OK 字笔要拼错 Auto Increment OK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增好了 你不用管 那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Table 02 我们有别于刚刚Table 01 然后再来的话呢 其他的部分的话 这个地方 Insert into Table 我们原来是因为两个栏位 那我都给资料 所以它不会出现错误 但是我现在呢 你想说老师 那我现在是不是这个不要给 给一个就好了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它有两个栏位 你却给一个资料 而且没有告诉它说 哪一些栏位你执行的话怎么样 我们试一下哦 可以它会出现这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其实要看懂下面出现的错误 然后要能够解决问题 其实我觉得最麻烦 其实应该就西口语法 最常出错的 以前光有的时候 刚开始啦 最早当菜脑工程师的时候 真的就卡在西口语法 每天光看西口语法就 debug 可能半天都debug不出来 慢慢熟啦 已经可能经历了好几个半天之后 发现 越看那个眼睛就越亮 一看马上就知道哪里错了 不过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啦 但是呢 也不是说一定要自己每天都在那边试半天啦 就是抓到一些要领就可以了 慢慢习惯 所以debug 要能够快速debug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哪里出错 因为我有一栏 但是他跟我讲说 哎 你有两个column啊 你有两栏啊 但是你只有给我一个value啊 那不对啊 所以怎么办呢 可是另外一个我给你 那就错了 另外一个栏位是AutoInput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table后面 理论上应该要给栏位名称 但是我没有给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给他一个栏位名称 单 单引号 那个栏位名称叫什么 TA 其实就这一个嘛 或者你可以把这个复制过来就好 意思是说 哎 帮我一设 into到table06里面 那只要 设那个电话那一栏就好了 那它的value是这一个 帮我设计进去就ok啦 所以呢 再执行看看 save一下 其他就是加这个而已啦 然后执行 哎 这时候都没有错误了 那表示他应该应设成功了 所以这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开启那个什么呢 哎 sqlite browser 帮我看一下 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 就 哎 增加一笔成功了 不过前面已经三条好几笔 所以编号已经到五了 好 这第一个我已经成功了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我希望 因为每次总不可能在这边改电话 我要印射的话 那我理论上应该是在这边怎么样 增加一个input 然后下面输入好了 假设啦 那我应该 直接在这边 x等于input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用那个之前教过的input 然后呢 给一个里面的讯息 请输入电话之类的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就请输入电话号码之类的 电话 OK 然后呢 输入完毕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 但问题来了 这个东西过来 我前面讲过啦 在那个python的那个3以后的版本 input过来一定是自串 OK 所以无论你输入的是数字 还是文字都是自串 那所以呢 我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里 但是要怎么放哦 特别注意哦 请注意这个地方 如果你放错的话 结果一定会有错误 请记得哦 这个东西中间有没有 首先哦 你有没有发现 外面是双引号 里面是单引号 我的习惯啦 当然另外一种写法是颠倒 外面是单引号 里面就双引号 不过我习惯是外面双 里面是单哦 那我们第一个请注意哦 把这个电话码拿掉 但是记得哦 你要把原来一个自串 切成两个的话 记得哦 一定要先呢 结束一个 再结束一个 也就是说哦 这个双引号是接前面的 这个双引号是接后面的 OK 这个一定要留下来哦 然后呢 请你在中间加两个加号串接 把X放在这里 这样OK了 记得哦 这个单引号呢 不要没事把它删掉哦 如果你把它删掉哦 输入的东西变成没有 没有单引号 它就不会是一个自串 所以输入进去 所以 它好像还可以输入 但是会出错哦 所以记得哦 这两个单引号哦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还有呢 你里面不能做出任何东西 做出任何东西哦 马上就出现状况 我们来试一下哦 比如说我执行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输入 请输入一个电话 02 呃 展示这样好了 OK 执行 不是 跟着应该Enter在这 Enter 好 输入 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确定一下 到底 它里面到底有没有输入成功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打开SQL Lite Browser 看一下我们里面的那个 table02 哎 有没有发现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这边 之前比较容易发生错误的地方是 有同学 没事就把单引号拿掉 有的时候是只拿掉一边 另外一边还存在 那一定错 还有一种是两种都没有 两种没有可不可以执行 我记得好像可以执行 但是会怎么样呢 02 Enter 哎 没错耶 但是哦 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把它打开来的话 里面的东西哦 好像就会变成说 本来应该输入字串的 结果输入进来的东西怎么样啊 他就变成这样子 哎 变成负的 怪怪的 他是把它转 本来是字串变成一个负的一个词 怪怪的哦 所以 特别注意哦 你那个前后的单引号哦 就不能 不能少变数字啊 所以 对可能这个 这个没有生锈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单引号 一定要 这边的单引号一定要 而且这个单引号的位置哦 也不能错 还好目前只有两栏 不是 只有一栏哦 如果以后有多栏哦 那就问题很大了 OK 那待会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前面我们有做蛮多练习的 像刚刚那个游地区 那个什么 游局那一题 有没有 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哦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 这个资料 从那个游局那边抓过来 然后直接丢到资料库 当然如果你手脚动作快的同学可以练习 试试看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题吧 我们前面好像有一题是那个会员资料 有没有 请你把会员资料哦 把它全部塞到哪里呢 塞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资料库里面 然后后面还会教各位就是 怎么做查询 而且查询里面还可以做 关键字查询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 哎 某一个会员他是不是 在这个table里面 有的话呢 帮我调出来 并且告诉我 他的相关的基本资料 那你要怎么做 下个语法 当然你如果用档案是不ok的 用database就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画面各位 就是那个database 里面把它增加一个auto equipment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栏位名称就被人家指定了 那前一题其实 如果你两个栏位你就给两个值 那你的栏位名称可以省略 那如果说你两个栏位只给一个值的话 记得栏位名称不能省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把输入的电话号码 改成用input方式 特别是喔 那个input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很容易做错 可以特别是 input的时候 那么这种 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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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谢谢观看